这两天一则消息让台独分子如获至宝,欣喜若狂,却让台湾民众忧心忡忡,提心吊胆。拜登政府豪气出手,计划送给台湾价值3.45亿元的军援大礼包。那么来自美国的军援大礼包真的靠谱吗? 7月28日,据台湾中央社消息,拜登宣布将提供给台湾价值3.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。内容涉及国防物品与服务,以及军事教育与培训。借此向台湾提供帮助。关注美台军事动向的朋友,应该对类消息并不陌生。 毕竟早在今年5月,美国防部长奥斯听证时,很快将对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军援。台军方当时也表示,援助项目很快就会落地,且都是纯纯干货。如果细细分析,大家应该看出了其中的门道。不错,美国对台军援大礼包大大缩水了。 从美国防长今年5月鼓吹的5亿美元军援,再到今天拜登宣布的3.45亿美元军援,军援大礼包整整缩水了30%之多。而且这个很快,也是一拖又拖。试想一下,就凭美国的过河拆桥的尿性,待到美国真正兑现军援大礼包之日,军援实际价值还能剩下多少。 而且美对台军方5月所鼓吹的军援现货,等到7月公布就变成了国防服务,军事教育和军事培训的水货。此次台湾拿到的军援大礼包,还能剩下多少值得台军期待的现货和好货。不仅让我好奇又增加了几分。 二,美国对台军援,台湾同胞怎么看?与台独分子对美国军援的感激涕零形成鲜明对比。岛内民众对美国军事援助和武器受台充满忧虑。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针对台湾安全进行的民调显示。当被问到如果因为台湾宣布独立,大陆攻打台湾。美国政府会采取何种对策时?选择只提供武器的人最多,占44.4%。 然后依次为出兵援助,占19.3%。只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,占13%。以及什么都不做,占12.9%。当被问到台湾应加强军力,还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政策。以避免制造两岸紧张关系时。选择采用温和政策的人,达到63.6%。 调查团队成员表示,台湾民众是看到美国如何援助乌克兰的情形后,有了这种领布。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公布的,台湾人民对美国认知民调结果显示,对于美国介入两岸问题,47%的人认为对台湾不利,去除不表态的以外为多数比例。 至于解决两岸问题,62.3%的民众认为,有两岸人民自行解决比较好。只有23%希望让外部势力介入。对于美国近年来出台许多有台政策的目的,有55.4%的受访民众认为,美国只想利用台湾压制大陆。 仅19.7%相信美国真心守护台湾。同时,有61.1%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不选边。远高于22.8%的亲美反中,选择美国。 还有评论认为,每一次美台关系上的所谓重大突破,都是对台海现状的重大破坏。台湾不需要战争,需要和平。台湾需要的是全面避战,而非全民动员备战。 台湾不应做美国棋子。到底民意如何,已经一目了然。三,美国对台军援,究竟打得什么如意算盘? 美国一些政客未捞取政治利益。长期在台海兴风作浪,大高以台制华。台独分子也借机以武谋独,以美谋独。美台勾连破坏台海现状,此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。 纵然美国用宝台的幌子千般遮丑,万般粉饰。也掩盖不了其借军事援台之名。行引战,敛财之实的司马昭之心。 近一段时间,美国又频频耍出各种花招在台海挑事。唯恐天下不乱。 美国以强化台军战力为由。派遣百名美军现役教官赴台协训。台陆军今年也首度派遣机,部333赢一个联兵赢官兵。赴美国密西根州受训。 并参与美国国民兵局举办的北方打击演习。 美台种种行径遭台湾网友痛批。美国这是要把台湾武装成豪猪当炮灰。美方口口声声的援助。实则是妄图将台湾套牢在抗中前线。达成起以台制华的险恶图谋。 美国的所谓军援仪式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。去年年底,美国就通过含有大量涉台消极内容的。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。法案涉台内容不仅包括要在未来五年。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。和至多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。 还授权美国总统可动用总统提用权。每年从美国防部库存提取价值至多10亿美元的防卫物资或服务给台湾。这意味着,拜登政府可以随时拿所谓紧急状态当借口。从美国军火库中调拨武器装备对台军售。加速民进党以五巨统、以五谋独部署的步伐和力度。当前美国以军售、军援、军事合作的名义。 不断加大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控制。而对此台独分裂势力却甘之如矣,照单全收。幻想着以美谋独、以五巨统。甚至连民众有任何以美都不允许。甘当美国的马前卒,任其驱使。 并不惜把台湾民众置于险地,捆绑到其战车之上。美台军事勾连,名为挺台、爱台、时事毁台。 4、美国对台军援,我们该怎么做?针对美国对台军援计划。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29日晚达记者问。 他表示,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。这一立场是明确的、一贯的。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。企图以美谋独、以武谋独。不断祈求美国向其授武或提供军援。强化于美军事勾连。 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、弹药库。加剧台海兵凶战威。 如任由民进党一条道走道黑,青年只能当炮灰。国台办发言人的谈话可谓是一针见血,直击要害。但我认为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。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外交发声,军机绕台巡航、军舰绕台、警巡等一系列反制措施,应对美国对台军援。 我们的组合拳将会持续进攻。直至台独分裂势力放弃谋独幻想,重新走上促统道路。 正如台湾岛内旺报的社评指出,民进党的战争路线绝非是确保台湾安全的和平路线,只会加速台湾的毁灭。 试问,美国假星星送来军援礼包,真能有大作用。答案很明显,自欺欺人。 这么多年了,美国给台湾直接提供的武器不少,甚至被台独鼓吹为保台的硬家伙,最终也都这被证明是破铜烂铁,早已被时代淘汰的烧火棍。 难道这些年美军援助飞机掉下来的还少吗?难道这些年美军援助炮弹炸不响的还少吗?难道这些年美军援助枪支打不出的还少吗? 而这次美军援助的礼包,所谓的服务培训,那是更加看不着摸不见,要问最大作用是什么? 无非是换来台独门的一场精神狂欢罢了。